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和大家跟進一下 今天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de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因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策成為Fortune Inside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2023訂閱《華爾街日報》 一年即可享500美元港元優惠 優惠詳情請留意播片下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今日新聞有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CC周一起訴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帝安Binance 指稱這家海亞公司在美國經營著一家非法交易所 不過,SCC的訴訟還將幣安的創始人 兼控股股東趙長鵬列為被告 SCC表示,幣安和趙長鵬濫用了客戶的資金 甚至將其轉移到趙長鵬控制的一個交易實體 在SCC說,該交易公司Sip Machine從事欺詐性交易 使幣安的交易量看起來要高於實際情況 SCC在葛倫比亞特區的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該訴訟加大了幣安面臨的美國監管機構的聊戰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簡稱CFTC今年3月指稱,幣安和趙長鵬逃避了該機構的規定 這規定涉及向美國交易員提供演生品的平台 據知情人士,幣安還面臨美國司法部 對其偵測洗錢項目的調查 趙長鵬在一則推文中表示,幣安尚未看到訴訟 一旦看到就會做出回應 他還表示,我們的團隊一直都在準備著 以確保系統穩定,包括提款和存款 他指的是客戶提取資金的可能性 SCC還指稱,幣安出售的加密貨幣 包括B&B和Bus,本應符合投資者保護規則 據CoinDesk的數據,B&B的價值 比24小時前下跌超過5% 在上述消息曝光前,B&B下跌了2.5% 第二則新聞,蘋果公司Apple Apple發布了Tishon Pro頭戴式設備 這是該公司十年來的首款重要生產品 該設備能讓用戶體驗覆蓋在真實世界上的虛擬現實和數字應用 電影,個人照片或任何可在電腦顯示器上獲得的內容 在蘋果公司的全球開發者大會 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上 首席執行官赴克,Tim Cook在一段影片中表示 Vision Pro是一款革命性的生產品 能夠改變我們體代技術的方式 以及技術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 經過多年努力,終於迎來這一天 它說,將數字內容與現實世界相容 可以開啟我們從未有過的體驗 蘋果公司稱,該設備將是一種在物理空間與數字內容互動的新方式 使用用戶的手、眼睛和聲音與應用互動 用戶可以用手控制設備,更沉浸式體驗電影、電視節目和遊戲 傅客稱,這是一個新的空間計算平台 該設備的售價為3499美元,到明年初才會上市 蘋果公司股價週一上漲1.45% Vision Pro可以為用戶把巨大的電影螢幕投射進任何環境 也可以捕捉或播放三圍影片 使用戶能夠在巨大的螢幕上觀看電影 或者與投射在生活環境中的實物大小的個人照片或影片互動 蘋果公司投帶式設備的推出 正值虛擬現實PR設備和增強現實Sharp設備市場面臨確定性之制 新冠疫情期間投帶式設備銷售順猛增長 2021年增長一倍,出貨量接近1,100萬台 不過,根據研究機構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簡稱IDC的數據 2022年的投帶式設備出貨量下降21%至860萬台Meta Platforms 難以保持該公司現有投帶式設備用戶的參與度 據《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先前報導 在購買6個月後 該公司每顆400美元的入門級Crest頭帶式設備 有一半以上沒有使用,憑值Crest DayR投帶式設備 Meta押金基本上,具了該市場的主導地位 Meta上週表示,Meta Crash三投帶式設備 將於今年秋天上市 售價為499美元 該公司正是將Meta Crash三作為與蘋果公司 Fission Pro相似的產品進行推銷 蘋果公司宣布了與華特迪士尼公司 華迪士尼Disc的一項合作 迪士尼在一段預先錄製的影片中 展示了潛在的官體效果 包括一部沉浸式的星球大戰 Star Wars電視劇集和一個允許用戶 同時官體多個體育賽事的功能 一個數字版的迪士尼主題公園 可能投射到用戶的現實世界中 我們在不斷沉穩為我們的粉絲提供娛樂 資訊和靈感的新方式 迪士尼首席執行官艾格 Robert Diger 在一段預先錄製的影片中說 我們認為Applevision Pro 是一個革命性的平台 他說,一旦該設備上市 迪士尼的流媒體服務 就會在該設備上提供 蘋果公司表示 該設備最初將只在美國提供 蘋果公司展示了這款頭大式設備 在工作環境中的使用場景 包括能夠投射出 類似於一台現代台式電腦桌面的螢幕 這種方式可能取代電腦顯示器 用戶還可以使用藍牙設備 例如使用鍵盤來打字 蘋果公司高管表示 該設備的一些功能 是為了避免用戶與外界隔絕 通過前端的螢幕 Vision Pro 外部 可以顯示用戶的眼睛 用戶在佩戴該頭大式設備時 如果有人靠近 設備會向這個人 顯示用戶的眼睛 這款頭大式設備 將用蘋果Mac電腦使用的M2晶片 還將用一款名為R1的新晶片 用於處理眾多攝像頭 傳感器和麥克風的數據 這使Vision Pro 能夠限制延遲 這是VR頭大式設備中的一個常見問題 會導致雲動症 Motion Sickness 蘋果公司表示 該設備將搭了一個高分辨率顯示系統 影片將以4K格式呈現 文字看起來會非常清晰 《華爾街日報》之前報道 蘋果公司2日廢7年時間 研發這款頭大式設備 並數次推遲發布時間 這款頭大式設備的售價 遠高於競爭對手銷售的頭大式設備 如Meta Platforms 最昂貴的 售價1000美元的Crest Pro 頭大式設備 儘管蘋果公司展示了 Vision Pro 頭大式設備的許多潛在功能和用途 但該公司在其臨體會議上的聲明表明 它對第三方臨體開發商如何添加新功能 狠感興趣 Vision Pro 的操作系統 Vision OS 支持用戶使用 iPad 和 iPhone 操作系統上 已有的數十萬款應用 蘋果公司對開發者表示 該公司正在引入一些工具 以便於它們為Vision Go 重新設計其它 蘋果平台上的現有應用 或創建新型三維應用 此次大會將持續到週五 蘋果公司全球開發者大會 主要面向為該公司的生態系統 開發應用程式的臨體供應商 據華爾加日報先前報導 本週的大會有很大部分 則重於為這款頭大式設備開發應用程式 這些應用程式可能涉及從遊戲到工作場所應用等各種類型 對該公司吸引潛在新用戶使用這項技術的戰略至關重要 這項技術尚未在廣泛的消費者群體中興起 在大會召開前的幾週 許多重視VR和其它類似應用程式的臨體開發者已經收到邀請 參加這次在加州休泊蒂諾的蘋果公司總部舉行的活動 在週一的主子演講之後 蘋果公司為一些開發者預約了現場演示 除了這款頭大式設備之外 該公司還為其現有的一系列設備 推出了一些新的臨體功能 包括一款名為Journal的iPhone新應用程式 可以幫助用戶記錄日常事務 該應用程式會提示用戶練習感恩 以及使用可以幫助用戶從照片或旅行經歷中捕捉精彩瞬間的技術 華爾加日報之前報導過這款新應用程式 在其Health應用程式中 蘋果公司增加了記錄用戶情緒和精神狀態的功能 該公司稱 這將幫助用戶阻解他們當前患抑鬱症或焦慮症的風險 該公司已參與了 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J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進行的潛在抑鬱症訊號的研究 華爾加日報曾報導過蘋果公司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工作 蘋果公司對Los 17進行了不少更新 以幫助提升其電話應用 Facetime和短訊的通訊功能 還加入了新的AI技術 以增強鍵盤打致和語音輸入的功能 蘋果公司展示了一款新的15英寸Netbook Air 搭載M2晶片售價1299美元 該公司還發佈了奇距Mac產品中M系列晶片的升級 這些產品主要面向專業用戶 在蘋果公司推出了自己設計的M系列晶片後 Mac的銷量在疫情期間曾出現激增 近期則有所下降 蘋果公司最近公布的截至4月1日的財季報告顯示 Mac業務收入同比下滑了31% 蘋果公司新的Mac操作系統被稱為Synoma 其中包括一些已在增強遊戲體驗的新功能 日本遊戲開發者小島壽夫 Kideo Kayama 在一個支持新遊戲舉措的影片中宣布 他的最新遊戲作品《死亡國淺》 Deck Stranding 將於今年晚寫時候在Mac上推出 AirPods耳機也添加了新功能 包括根據用戶所處的環境 自動調整AirPods的臨體 比如在嘈雜的環境中開啟降噪功能 第三則新聞針對最近圍繞中國一些省份 可能出現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擔憂 中國財政部相關負責人回應稱 整體來看中國財政狀況健康、安全 為應對風險聊戰流出足夠空間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周一發表的一篇文章稱 未據名的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 當前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是分不均勻 有的地方債務風險較高 重本付息壓力較大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說 我們以督促有關地方設實承擔主體責任 找實化解政府債務風險 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文章稱 今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 規達人民幣10兆元 約合1.411兆美元 創下近年新高 當前,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 預算正按規定找緊下達 為地方分配使用資金流出更寬喻時間 就在上個月出現了一連串 有關財政緊張的中國西南地區 地方政府債務的新聞報導 引發了關於當地政府 是否面臨迫在微折的債務危機的激烈爭論 今年5月,貴州省會貴陽市財政局 在一篇工作報告中表示 近年來,貴陽市以千方百計創造條件 通過引轉期、核銷核減等 非資金常種方式化解債務 技術手段化債而基本窮盡 該報告還稱 若償債資金不能及時到位 隨時可能發生債務風險 該文章現已被刪除 在毗倫貴州的雲南省 昆明市官員對於該市面臨嚴重債務問題的畫法 進行回擊 先前一位匿名專家 在5月與投資者的電話會議中發表的言論 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 第四則新聞 AI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常見 相關詐欺案件也除之激增 中國政府監管國內互聯網的嚴格程度 在世界領先 如今在約束對AI生成的超現實內容的使用方面 雅爾堪稱先鋒 最近幾週 中國多地警方在官方社交媒體帳戶上提醒說 犯罪分子已利用AI臨體生成具有欺壓性的文本 無充目標人物的朋友行握 今年4月 一名國姓男子在中國聊天 應用微信上收到一個無名頂等者打來的影片電話 這個老千冒充國先生的甸友 在10分鐘內寡服他將約合60萬美元的資金 轉到了內蒙古的一個銀行賬戶 他照做後聯繫甸友確認轉帳事宜 才意識到自己被壓了 根據內蒙古警方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資訊 郭先生對警方描述到 當時是被我打了影片的 我在影片中也確認了面孔和聲音 所以才劑鬆了戒備 郭先生隨即向福州當地警方報案 福州警方聯繫了內蒙古警方 蓋魯遷在內蒙古開設了銀行帳戶 根據警方發在微信帳號上的貼紙 警方成功指負攔截了大部分資金 並正在全力追繳其餘被轉走的資金 就在同一個月 據安徽省的一個官方媒體 《新安晚報》報道 警方逮捕了一火炸一犯 他們利用AI換臉和與鸚合成技術 啊! 取一名男子 向所謂的朋友賺了一大筆錢 全球監管機構在監管森藝技術上 一直面臨著聊戰 所謂森藝Deep Fake 是指把圖片 音檔或影片中的人鄧換成其他人 中國已迅速推出法規 並利用現有工具來追蹤AI炸握者 今年一月 中國互聯網監管機構 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開始執行新法規 禁止使用AI生成的圖像 任黨和民本傳播違法或被認為 損壞經濟或國家安全的不良資訊或內容 對相關類別的寬泛定義 使主管部門擁有很大自由度 郭先生受惡之事 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 警方5月份公佈此案之後 話題SASA正在全國爆發衝上微博熱鈔 後來該話題無法找到 意味著審查人員正試圖限制相關討論 對該話題進行抄審得到的資訊是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抄審結果未予顯示 自節跳動Bidance旗下揚音Diktok的中文版 在5月提出了 《關於AI生成內容的平台規範和行業窗議》 呼籲同行禁止利用鄉林體 在生成欺惡性內容和謠言 最近幾週 中國政府部門打擊整治了 AI聊天機器人生成的虛假資訊 有些虛假資訊的內容 似乎是以之前一些在社交媒體上 引發軒然大波的事件為形 上個月 甘肅省有關部門拘留了一名男子 他據稱利用在網上收集的新聞片段 在ChatGPT上生成了一篇有關火車撞人事故的虛假文章 據警方稱 該男子在一個自媒體平台上發表了這篇文章 用戶可以分享該自媒體平台基於流量的廣告收入 警方說 這篇文章的瀏覽量達1萬5千次 2011年中國東部發生了兩列動車傷狀事件 政府對此事件的處理曾引發民眾廣泛不滿 今年5月 河南省有關部門指稱一名男子 利用ChatGPT生成了一家餐館 發生鬥毆事件的虛假不實資訊 以吸引流量民眾的一些重要資訊誤導人地稱 一名女子在這場事件中 被一名男子用磚頭摘中頭暴後死亡 那些消息讓人聯到去年在網上廣泛傳播的一些影片 那些影片顯示 一群男子在一家餐廳幾名女子 你在網上引發了關於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的熱議 中國不是OpenAI的聊天機器人ChatGPT提供服務的國家之列 但很多人通過VPN設法要過了這一障礙 CatGPT的流行在中國激起了一陣熱潮 因兩年的監管整頓和經濟形勢不穩定 而受到衝擊的中國科技企業 將這項技術視為增長的新動力 抄沉引擎公司百度、Bidu、Bidu、電商巨頭阿呂巴巴集團 He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 Baba 9988、HK和AI公司商湯集團 Sense Time Grouping 0020、HK已推出自家的大語言營 大語言營是ChatGPT背後的基礎技術 奇距科技公司那正在探索如何將AI技術融入各自的產品 世界各國政府都有心 類似ChatGPT的服務可能會傳播歧視性有害的資訊 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開始研究對新一波生成式AI技術實施潛在檢查之際 中國已準備點一顆監管框架來審查聊天機器人 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4月份出台了新規 要求公司在推出此類AI聊天機器人之前要先經過安全審查 此外,根據新的法規草案 公司有責任確保其餘在服務生成的內容是真實的 並且須體現社會主義價值觀